如果家裡頭已經有一份事業等著你接 你會因此而放棄自己的夢想嗎 這個年輕人他選擇的是放棄了家業 一個人到台北來打拼 白天跟著老師傅學擀麵皮 晚上又跑去割草來存創業資金 苦過之後現在終於如願以償的 開了一間早餐店 而他所獨創的炸彈飯糰 立刻炸出了好業績 前台上一張張手工蛋餅飽滿誘人 同一時間包進糖心蛋的炸彈飯糰 也是一個一個包個不停 有些人會很早起來就坐一堆起來放人 可是我們還是希望現點現做 停不下來的手工活 早上六點 阿宏的早餐店已經人氣滿意 一顆炸彈 然後可以多醬店 晨起的睡意雖然還掛在臉上 但心情直覺就是要來這報到 吃到燒餅 豆漿 飯糰 眼皮 才算真正打開 早餐店的手作魅力 從一進門就可以瞧見 半夜敲醒的麵糰 阿宏的手像是插了電的機器 在上面來來回回 怎麼樣都不會跳針 不管是燒餅或是韭菜盒 經過這麼一揉壓 都成了提振精神的超級蠻牛 我們剛才每次開始蘑豆漿 然後跟打麵粉一樣 然後中間不夠的話 我們還會繼續打麵粉 這是什麼壓力啊 因為如果客人真的很開心 我們做起來也蠻開心的 做好的餅 交由資深師傅阿華來烤 兩人默契十足 一個早上烤箱開開關關無數次 餵的是交到客人手上的餅 都還是熱騰騰 酒菜有用烤的 不像外面是用油炸的 我們用烤的會比較酥 然後它有沉濕感 你知道嗎 吃起來比較不會有那麼油膩 我們的燒餅是比較有肉身 所以你吃起來 而且你吃起來會有那種 某滬感都有 嚼勁也不錯 因為它的那個燒餅麵的精度 十多位員工才應付得了 不停上門的顧客 到了假日 支援人手得更多 其實資深到台北打拼的阿虹 一開始只是想單純開一間店 但沒想到竟然變得這麼火紅 全都是衝著炸彈返團而來 因為我本身是花蓮的人 花蓮很有名就是炸彈充油餅 然後因為它好是因為 因為它裡面蛋黃是半熟的 所以咬下去要流出來 然後跟那個餅皮融合有沒有 所以口感就不會那麼乾 然後我就把那個原理 用在那個飯糰裡面這樣 成功翻轉花蓮家鄉味 成了視覺系美食 一顆飯糰要好吃 米粒得斤斤計較 廉家的他 對花冬長糯米愛不釋手 摸清木桶的脾氣 才終於順利把整桶的米粒 煮好又煮透 一般外面都會比較軟一點點 可是我們會稍微偏硬一點點 因為我希望客人吃下去 是有點咬勁 忽敬的感覺 不成功的是堅持做到成功 就像飯糰裡的糖心蛋 從生蛋到下水煮 進水裡冷卻 去殼再到醬汁裡煮 浸泡一夜才算 把功告成 每一階段都得以秒計時 事件初期 每天都在拼涼綠 吞了無數顆乳蛋後 才把糖心蛋給孵出來 剛開始在煮的時候 沒有 如果你煮五顆 幾顆 很簡單 可是當你一天 要煮很多顆的時候 那失敗率太高 就那一陣子 每天我去店裡阿姨 我 我們大家 每天都要吃水煮蛋 後來他們吃到都會很怕 疑似在世不停的事 不輕言放棄的個性 遺傳自父母 他們在花蓮經營漢餅店 是三十年的老字號 從小跟著摸麵粉捏月筆 練就一雙巧手 畢業後 家裡的三間民宿 等著爬街手 他卻搖頭 選擇來到台北 走一條胃之路 你其實可以輕輕鬆鬆 去民宿就好 可是我想要自己出來 這樣創業這樣 我媽媽也是希望 我可以出來磨練這樣 所以當初就是退伍 隔年就自己一個人 就來台北了這樣 這樣 這是不是很苦 剛才比較苦一點 因為就從學徒開始做這樣 剛才不是先接出麵包這樣 可是因為麵包的薪水太低了 就因為它兩萬九而已 所以我們那時候又去外面割草 盡量用公園掃機跟割草 然後賺一些生活的部分 然後因為我想要創業 所以創業一些資金 我們都是自己去存的這樣 父親白手起家 給了他勇於闖蕩的勇氣 學做了麵包 又到南港著名的燒餅店 和台北陽明山下 50年的豆漿老店當學徒 老店的工作態度 其實很要求每一個細節 不會因為說今天我想要多端 想多端一個客人的錢 所以會把很多走碎的工作 都要寫越掉 很多人都不去做多少錢 做多少事 可是我不會 或許我做的事情 其實都是別人的傷悲 可是我覺得我學到很多東西 每天不怕做就怕沒法累積實力 像塊海綿不斷地吸收學習 不跟別人比 只朝著目標努力 知道只有創新才能被看見 就在老味道上下功夫 像是蛋餅 打麵時加進老麵 做出介於蔥抓餅 和傳統蛋餅間的特殊口感 麵粉裡面有加油酥 然後它有層次 可是它們層次沒那麼明顯 然後我後來第一把改良過 就是結合蔥抓餅的那個原理 我就把它的配方改變了 那吃起來不會那麼油這樣 然後層次就很明顯 就是變成吃起來很酥脆的感覺 阿華是他在創業路上的重要夥伴 餐飲經驗是阿虹的好幾倍 兩人在陽明山的豆漿老店認識 當阿虹想開店時 這一位資深師傅 放下老店15年的資歷 全力相挺 從阿華連上來台北 自己打拼了一個小孩 她有她的理想 她有夢想 那我覺得說 因為她今天 她很乖 所以我覺得說 乖乖的小孩 我喜歡 我有那個 願望說 去幫她這樣子 學美工的阿虹 搶面是她揮灑空間 畫出豆漿 蛋餅 再加以文字說明 讓人更了解她對食物的想法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好吃的蛋餅跟好吃的飯糰 你知道嗎 然後它的香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靈魂 很多人會用很多水果去發酵 然後我選擇蘋果 因為覺得蘋果它本身的香味蠻鹹的 蘋果發酵做成的辣椒醬 加在蛋餅上 也像是印鈔機 吸引許多顧客 也在上門 來自越南的太太 把家鄉味打泡豬肉 包進飯糰 也捲進蛋餅裡 成了獨一無二的口味 然後我想說外面的沒有人賣這一樣東西 我想說跟別人不一樣 比較特別一點 然後我們就去試看看 我覺得味道還不錯 後來跟她很建議可以賣看看 客人也蠻好吃的 中式早餐不可或缺的豆漿 是半夜兩點就起來磨豆 經過大火 中火 小火 好幾個小時熬煮 才能控出豆香 過程中不加小泡劑 得要不停撈去浮沫 越熬 它會越濃 越香 喝起來會很滑滑滑滑 很像喝牛奶那種感覺 對 感覺不一樣 而且真的 那個豆子的香味都會出來 那你這個豆漿還好喝 還是一個豆漿好喝 對啊… 都很好喝 一個韭菜盒 然後呢 一個燒餅不加東西 正因為保有老店做工精神 不偷工 不減料 循序漸進把每一步驟都做好 所以阿鵬的店 人氣旺得很 旺到也把美嬌娘取進門 她對你很好 對啊 你為什麼好眼眶了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對我那麼好 你為什麼好眼眶了 太感動了 曾經默默無聞的學徒 苦幹實幹 謙卑學習 終於站上第一線 大戰身手 父親的身教研究 媽媽 太太的行動支持 成了年生早餐版圖最強力量